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可爱妞妞的小窝 我是万万 那今天呢这篇美妆日记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11月份的爱用品业 我有好多东西 好多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 有的可能之前重复一两个 但是大部分都是新的这样子的 因为最近呢我真的是评测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新的东西 上一个是不好的 然后这个就是最爱的 然后我们马上开始 我先介绍一个这个 美妆工具啊 就是登登这一个 这样看是不是像钻石一样的 已经脏掉了 因为我一直在我从买了之后 就一直在用这一个 这个是Real Technique他们家新出的 这个钻石形状的这一个 Sponge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像Beauty Blender那样的东西啊 就是来晕染这个 涂抹这个粉底液啊皱下膏啊都OK 然后这个是他没有加湿的这个大小 大家看到 对是这样子的 然后加湿就是你沾湿之后 把水挤就会变得很蓬松 超级软 超级有弹性 因为它就是撑开之后呢 这个底下这个平面的这个位置 会更更更大一些 然后你知道这样一下 它就是整个平的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边边这个角度 它所以你的鼻圆啊 眼睛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都可以涂抹到超级棒的一个 这个是九块九毛九 我是在奥塔买的 那这一款跟它之前的这一个的区别就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更软 这个呢它要 啊 紧实一些 更紧实一些 那这个为什么大家喜欢 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斜切面 但这个真的是超级软 我非常非常推荐这个 我这两个比较 我更喜欢这一个 无论是干用还是湿用都OK 像我今天涂抹的是那个YSL的粉底液 我都没有沾湿 我就直接用它就 啥啥啥啥啥啥 几下就搞定了 超级超级快 最近我还真没有怎么 真没怎么用Beauty Blender 我就一直用这个 因为大家知道Beauty Blender是 就是弧形的嘛 所以你点的时候它是这样一个点 那这个是点的是一个面 而且它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不是非常的平 因为是海绵的关系 然后它这个地方稍微稍微的这样 圆圆圆的一点 然后非常有弹性 所以这个我强烈推荐 强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不想花很多钱 去买那个Beauty Blender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这个 OK 下面呢我就说一几个 这个眼影盘 也算是彩妆盘啊 第一个呢 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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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 就是亚诗兰黛的这一个SD Edit 我知道它很贵 好像是58美金吧 应该是原价这样子的 我的确是在有折扣的时候买的 但是这两个相比呢 我更喜欢黑色的这一盘的颜色啊 因为黑色这一盘的确就是 让我想到了 维多利亚贝克哈姆 跟这一个亚诗兰黛合作的这一盘啊 就是那个单个的眼影 尤其是这个 这个颜色跟这个黑色超级香 所以那个你知道 就是那一个眼影的颜色 叫40多美金啊 因为是跟名人联名的嘛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 因为它全部都是珠光的啊 全部都是珠光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珠光感的 然后这种比较立体的眼妆 然后稍微夸张一点眼妆的话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强烈推荐的一盘 最近非常喜欢的一盘 就是这一个 下面这个呢 还是彩妆盘啊 就是Laura Merseille的这一个 Laura Merseille这个呢 因为我这个月怎么说呢 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但是我禁不住的回来 就是还想再用这一盘 要长成这个样子 八个颜色眼影 有雾面的 有珠光的 然后这是他们家非常有名的 那一个高光的产品啊 就是Matte Radiant Powder 一号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这个 Baked腮红 那Baked腮红 大家知道特点就是 可以干湿两用 然后呢 它的干用的时候呢 怎么说呢 就是有点干粉状这种 但是我跟大家说 它一点也不显干 一点也不显干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 带金色调 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 可能大家在这个 视频上看不出来 可以看到这个光泽 有的朋友怕说 里边的这个亮片 会不会太大了 我跟你说 不会 我不是一个非常喜欢 大的亮片 满脸飞那样的人 但是我可以接受 这一盘的质量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我也很开心 有朋友买了这一盘 然后给它的评价也蛮高的 所以很开心 我推荐的东西大家喜欢 这一盘大家真的 可以去试一下 如果你对Laura Merseille的 眼影感兴趣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买到 Laura Merseille的眼影 值得入 下面这个呢 还是个眼影盘 这是一个开价品 这个我有提 就是我有 在之前的某一个视频当中 我有提过 我看上一个开价品的 眼影盘 就是这一盘 这个牌子呢 叫Essence 可以看清楚 Essence这个牌子 然后这个颜色呢 叫All About Bronze 大家可以看清楚吗 它好像还有其他 有Nude有Rose 还有一个Vintage 就是有点 Vintage那个好 就是有点带点绿色那种感觉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眼影 没错 它的确都是珠光的 但我给大家试一下 超级软 看到这上色度了吗 漂亮的不像画呀 朋友们 看到这个 我的妈 它这个珠光 真的是刚刚刚刚好 不会很夸张 你可以看到 太漂亮了 这一盘 这一盘 如果我没记得的话 应该是五块六毛九吧 总之不到六美金 然后八个颜色 我跟大家说 它的那个 你看上去的感觉 你刚买 打开之后 看上去感觉 好像有点像 Alf那个十色 那颜 我跟你说 它比Alf那个 就是Alf的一条 那个十美金 那个不是十色 十美金那个 好的太多 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喜欢自然妆容 大家看到这上色度 而且晕染度也超级棒 看到了吗 超级超级棒 那我这个颜色呢 是Bronze 我不知道它其他的颜色 会不会跟这个 有一样的质量 大家知道 有一些眼影的牌子 尤其是开架品 它的质量非常不平均 即使是中高端的品牌 它也是不平均的 这样子 所以 这个颜色 我非常推荐 Bronze这个颜色 那其他的颜色呢 我试过之后 然后再跟大家更新 总之 Ensence这个牌子 OK 它之前的睫毛膏 我真的不太喜欢 我上一个视频有提过 但是 这个眼影 眼影盘真的是超级棒 赞赞赞 棒棒棒 能买到的朋友 你一定要试一下 试完肯定不会后悔 我跟你说 超级棒 如果你想要它非常持久的话 当然需要眼影打底 如果你跟我一样 就是 大概四五个小时 五六小时 妆容就OK的话 它可以坚持那么久 对我来说 足够 就是这一个 这个我真的是 超级兴奋 要跟大家推荐 你知道就是 便宜 然后买到好物 那种兴奋的心情 它是难以言语的 很正常 很正常 这是这一个 下面这两个呢 还是眼影的产品 但是是这种 单个的眼影 这个是ELF的 这一个叫 Cruise 是什么 Smudge Pot 大家给它看一下 像这样子 它呢 纸地像膏状的 但 膏状这样的 纸地 看到这样子 但是其实你给它 怎么说呢 抹在眼上之后呢 大家看到 就有点像粉 就是cream到粉纸之间 那种感觉 而且定妆定的 非常非常快 看到 这个颜色呢 是怎么说呢 就是可以用作这种 打底的颜色 非常好暈染 超级好暈染 定妆定的非常快 所以它 不会让你的眼睛 这个就 啊 滑一道 就是中间有一道 就是你知道 粘在一起那种感觉 一道馅 它不会 所以 这个好像没人说过啊 好像没怎么 没有人提 但这个真的很漂亮 我买了两个颜色 我都很喜欢 然后这个呢 是叫 Cruise and Cheek 然后这个叫 Wine Hot 这个颜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这个Wine Hot 这个是太漂亮了 这样子 大家看到 我就直接用手 然后把它 抹在整个眼睛 你看到这个颜色了吗 Oh my god 漂亮死了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 我忘记这个是两美金 还是多少钱了 总之 Elf这个也贵不到哪去 就是几美金而已 有这种质量 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超级推荐它 去试一下 它这个Smart Pot 有很 有蛮多颜色可以选择 但这个Wine Hot 真的是很漂亮 太漂亮 太漂亮了 非常非常喜欢 这是 这两个 下面呢 眼影呢 我就说到这儿 下面我跟大家说两个 这个睫毛膏 其实睫毛膏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新意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就是阿玛尼的这个 X Day 超级棒的一款 全天厚型的 真的是全天厚型的睫毛膏 坚持的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久 我今天眼睛上用的不是这个 我今天眼睛用的是 下面介绍这两个 超级超级超级棒 它完全战胜了 Ice to Kill那个 鸡毛膏 就是阿玛尼的 Ice to Kill那个 鸡毛膏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超级超级推荐这个 如果你想要收一个 阿玛尼的睫毛膏的话 你一定要试一下这个 超级棒 今天我眼睛上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很浓密吧 很卷翘吧 把我的这个 夹的这个弧度呢 hold的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这一套组合 那这个睫毛膏呢 不用多说了 就是封面女郎的 这一个Super Lashes 如果新来的朋友 你可能没有听我说过 因为我说过好多遍了 它是这样的刷头 非常非常棒 而且我跟大家说 这个马上就要没有了 我需要换新的 这样子 这个是这一个 我真的是 就是每次都想用这一个 每次都想用它 我真的是超级爱这一个 但是我今天用了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欧莱雅的这个叫 Volumous Primer 是这个睫毛打底 我就是先用它打底 然后我夹完之后 用它打底 稍微稍微 就是干一点点的时候 然后把它刷上去 我的妈 超级黑 然后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一个primer 把我的睫毛 分开的这个距离 大家可以看到 看到了吗 我非常喜欢 它分开的距离 它不会让我的睫毛的根部 粘到一起 就一戳一戳那样的 它分开的距离 超级自然 超级漂亮 而且 再刷上一层睫毛膏的话 变得非常非常的黑 我之前呢 有提过那个Dior的 那一个Iconic 那个primer 也是白色的罐 很大一支 开价品的话 我很推荐欧莱雅这个 超级棒 超级棒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它把那个卷翘度 hold的真的 真的是非常好 超级棒 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这套组合真的很棒 超级兴奋 真的是好东西 OK 那下面这个呢 就是最近呢 前段时间 朋友对我眉毛的评价 都说万万 你的眉毛好像太黑了 太粗了 好像不太平均这样子的 但最近大家对他的评价 都越来越好 为什么 就是我的睫毛 我的睫毛 我的眉毛终于流出来了 因为我之前呢 把上面这个地方 给它刮掉了 所以我要自己去画眉峰 然后因为我之前 从来没有刮掉过我的眉峰 就一个不小心给刮掉了 所以就是画眉峰 画的非常不自然 而且我再加上 我用的Hourglasses 那个眉笔用的不太 不太顺手啊 刚开始用不太顺手 这样子的 但最近呢 就是趋向于越来越好 但是因为我的眉毛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浓密 其实我眉头 就是眉头这个位置 没有怎么画啊 所以我眉毛的这个定型 就要一定要的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这个 你一定要试一下 我知道有好多朋友说 Remo London的 说这一个他们都是什么 这个眉宝莲的哪一个 都是一样的 我跟你讲不一样 我的眉毛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的浓 就是到处飞那种的 它绝对定型一整天 超级超级 超级棒 棒是什么意思 超级棒 超级好戏 非常非常推荐 Anastasia Beverly Hills 的这个 透明的啊 透明的这一个 OK 这个是这一个 下面我想说的 就是我 最近熬夜很严重啊 所以我下面这个黑眼圈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觉 看觉是什么 今天怎么了 就是能不能看到 这个位置啊 黑 我呢 基本上黑 黑眼圈 然后遮黑眼圈 我基本上用的 都是眉宝莲的 这个Edge Rewind 超级推荐 我觉得它比 很多开价品都要好 超级超级棒的一款 眼周 眼下边的这一个 遮瑕的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 我用了多少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 已经用到这了 但是呢 最近我下面这个 变得非常非常干 用了这种产品 不定妆呢 又会花的很快 所以我会把 这个MAC Prime & Prime 跟它混到一起 这个呢 有提亮的作用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今天这个地方 其实很亮的 看往后一点 很亮的 就是这一个提亮笔 这是MAC的 我觉得它比OSL 那个要好用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它有遮瑕力 它的感觉呢 你抹上去都会很凉 稍微 就是有点胶 什么褶梨状那种感觉 但是稍微细一点 然后给它俩混到一起 超级棒的一个组合 大家可以看到 我下面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我用了定妆粉 现在是一个半小时 一点也没有 小干纹出来 我本身这个地方 是有很深的干纹 因为我用的这个 眼霜的关系 跟它很好的拍进去 真的真的 很好一个组合 即使你现在手里边 假如你有一个 遮瑕的 非常非常的干 你可以试着 把MAC这个加进去 你试一下 超级漂亮 或者是你单独用它的 你感觉一下 它的遮瑕力 对我们亚洲人 是绝对足够的 不像老美 你知道他们这个地方 又有血管 又有这个黑眼圈的 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会要求 很多厚的那种遮瑕 但是我们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 就是这一套组合 我最近介绍好多组合 其实下面还有一套组合 一会再说 那我最近用的bronzer 大家知道 我最近一直用的bronzer 包括我边聊边画这样的视频当中 都是hula benefit 这一格 这个呢 我买了好久 但是最 不是买了好久 就是买在那就没怎么用 大家也没看过 就是好像在我的这个collection当中 就是整理视频没看过 就是因为 我的确有一箱 就是化妆品 就是提前搬过来 没有整理这样子的 就是hula benefit hula这个颜色 超级适合我们亚洲人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 目前为止 我没有买 to face的那个chocolate 是正确的 因为chocolate的那个 我不知道在我的脸上有点犯灰 我去店里试的时候 那个售货员也说 稍微有犯灰 所以 vib入制sale的时候 我就没有收 我把hula这个拿出来 我再次爱上它 如果你没有用过hula这个朋友 hula这个朋友 hula这个 的确是我的朋友 hula这个bronzer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你不会后悔 它的那个高度 的确在这里 最近为什么这个高度没有了 就是因为有太多新的产品出来 但这些新的产品 真的高过它吗 我不认为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很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包装也很cue 这个是bronzer 下面呢 说一下这个 叫什么 高光 高光呢 我就不想再说了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专门的高光视频出来 就是秋冬的高光视频 我最近用的高光呢 还是就是MAC里面的这个高光 漂亮的不像话 就是太漂亮了 就不多说了 说大家就听烦了这样子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我在这里提一下 之前有朋友 给我留言的那位朋友说 Dior的这一个 这个圆形的这个 你好像沾不上粉啊 我没有这个现象出现 我是可以沾上粉的 用什么刷子都可以沾上粉 但是如果你实在是沾不上粉 我就给大家推荐 Murphy这个M501 它是这个 是人造毛的这样子的啊 然后稍微稍微的 这个尖一点 用手去出它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硬度存在 然后大家可以看 我给它 看到 沾上很多产品的 然后 我今天其实已经 OK 再打一层 你可以看到 亮度马上就出来了 它是可以沾上产品的 所以那位朋友 就是给我留言的那位美女 看这里看这里 Murphy的M501 你试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是很棒 它不会 你看到 它不会显干的 很漂亮很漂亮的 一个产品啊 所以我觉得退了 其实蛮可惜的 这个是挺漂亮的 而且这种产品 可以用很久 像Dior这个牌子 它出一个正棒的高光 其实很难得 在这件事情 我这么说了 有点过分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试一下这个刷子 Murphy M501 之前好像大家都有推荐过 这个好像有一段高度吧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你可以试一下 OK 我简单提到这里 下面是两个腮红 那今天呢 我脸上用这个腮红呢 就是NARS新出的 这一个Cera Moon的 这一个限量的腮红 这个叫什么 Is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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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今天脸上用的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加了一点高光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你可能在这里边看它很 感觉 哎呀 好像有点声音 晕染开之后 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 自然的这样的腮红 带一点红色这种感觉 超级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跟Bronzer结合起来 超级超级漂亮 因为它本身就是含有这种 珠光感的啊 但是它珠光感不像 Ogasm就是高潮腮红 那么那么大 所以我蛮喜欢这一个 如果你想要收一个这样的腮红的话 或者你的肤色跟我很相近 你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Cera Moon的这一个 Is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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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总之我给大家打到这里 大家去试一下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下面这个腮红呢 我好像 没怎么说过啊 但是 最近用了很多 就是Tarte的这个腮红 Amazonia Clay 12小时这个腮红 色号呢 是Supreme 这个颜色 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它是太漂亮的 这种橘色调了啊 非常适合 它是雾面的 大家看到 看到了吗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漂亮的没话说 很好晕染 然后你知道这个 Tarte这个腮红 它坚持的也非常非常的久 我倒没有试过坚持 12个小时 多小时 但是一整天早久晚 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你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 你的腮红 想要一整天 Tarte这个可以 然后NARS这个 也很 也很重要 它们真的都是很持久的产品啊 大家可以试一下 真的真的很棒 真的很漂亮 这个呢 就说到这里 然后最后就是唇部的产品 先说我今天唇上用的这个 就是Cat 1D的这一个 Lolita 2这个口红 现在 网上我不知道有没有卖啊 店里 我们家附近的店里还有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能买的的话 赶紧去收 大家看到这个颜色 真的 真的是超级漂亮 我目前用 买 就是不是买 我买了之后 我在几个视频当中用过 大家都说我的唇色很漂亮 我用的就是这一只 Cat 1D 应该是study的吧 对 study cased Lolita 2 超级漂亮 比Lolita 1漂亮很多 这个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赤土色 就是砖红色那种感觉的 超级超级漂亮 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回购一个这个备用的 我应该会去买一个备用的 大家不要惊讶啊 不要说我 真的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我用多少 我的妈漂亮死了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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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里真的是很漂亮 那说到这个呢 假如说今天我一直用这个 然后我想要补一下 吃完饭了 我需要补一下 然后抹上它 你会感觉你知道补口红那种感觉 但是它不会非常非常干 但是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干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唇彩 你把它抹在上面 超级漂亮 就是Mark Jacobs的这个唇彩 色号呢是 308号叫 Rebel Rebel 308号 然后它是这种 大家看到这种刷头 我把它刷在这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我单独刷一下 它是这种感觉 但是因为有了底下口红的这个底色 大家可以看到那种棕色调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带一点点红色出来 看到这两个 这是单独 这个是加了这个口红的底色 非常非常非常漂亮 我给大家 哎呦 我画到唇上好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那种砖红色的感觉更加深了 因为它就是唇彩本身 跟这个口红的这个结合的原因 这一套组合超级漂亮 我最近真的发现了很多很多的组合 所以大家如果你对这样的这个 唇色感兴趣的话 不妨试一下这套组合 超级棒 然后最后一个这一个唇布的产品呢 就是我在这个新品试用当中说的这个 欧莱雅的这个Infillible这一款 Infillible这一款呢 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试一下 这个是10美金一个 那大家想问我 就是它跟美宝莲的这个Jot 有什么区别 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质感是不一样的 Jot这个呢 还是偏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用了很多啊 这个我曾经我说过超级爱 非常非常爱 我把每个颜色都买了 然后它是挤出来这样子的 它还是带一点点cream的感觉 这样子 然后遮盖力超级棒 这两个颜色其实也蛮相似的 这是美宝莲的Jot 就是这一小支 然后这个是欧莱雅的Infillible 这个Lip Paint 然后是这样的刷头 大家看这里 这样的刷头 然后呢 它 大家看到 它的颜色呢 更偏这种 你去画的时候 你会偏 它会稍微偏gel一点点感觉 跟那个Jot来比的话 但是两个质地呢 非常非常相似 欧莱雅这个呢 就是颜色再淡一些 再薄一些 但是美宝莲的这个上色度 超级超级棒 把你的唇色遮得 全无 就是这个 这个颜色 非常非常漂亮 那欧莱雅这个颜色呢 是30312 也有一点偏这种吃土色的感觉 就砖色那种感觉 这个就是Move 就是色 Dust Rose吧 我在说什么 Dust Rose这种颜色 然后这个就是有一点 偏砖红色这种感觉 这样大家能看清楚 但两个颜色 其实蛮相近的 蛮相近的 文宝莲那个质感呢 要再厚一些 然后这个质感呢 要稍微再薄一些 两个价位其实蛮相仿的 这个是8块9毛9 这个是8块2毛9 还是几毛 反正都是9美金左右 这样子的税后啊 所以 看大家自己的喜好了 这个呢 新品当中 我蛮推荐的去试一下的 在欧莱雅的这个新品当中啊 最近 好了 那今天这个11月份爱用品分享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然后其实分享蛮多好物的 然后希望大家 如果大家对哪个产品感兴趣的话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那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 我会尽量的尽快的这个 及时的回复大家 这样子的 那我想提一句就是 12月份我应该不会有爱用品出来 因为就是有一个年末总结 这样的一个视频会出来啊 所以 12月份的爱用品呢 可能就变成年末总结这样子了 1月份再说1月的 就是明年 时间滚的真的是太快了 这样子的 那新来的朋友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美妆频道 然后新老朋友们 我们下篇美妆日期再见咯 bye